其實又把它放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就這一個 可是未來我跟各位講 如果像我們剛剛 光要選取這個範圍的時候 其實就蠻麻煩的 因為它基本上 101跟102 是放在另外工作表 所以你要選那個範圍的時候還要特別 記得選這邊 然後還要怎麼樣 還要再用向右拉 Ctrl就向下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也還蠻容易出錯的 所以建議各位 如果假設類似像 這樣的公式 如果是跨另外一個工作表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所謂的定義名稱 那什麼叫定義名稱呢 就是你可以先把這個範圍 把它取一個名字 接下來的話 你再透過一個快速鍵叫F3 你就可以把這個名稱放過來就可以了 那這個定義名稱還蠻好用的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大家就知道 首先第一個 如果我要改成定義名稱的話 第一個的話我直接先把這個範圍 先取一個名稱 這個範圍的話呢 那最先要把它選起來 那選方法很簡單 一樣 D2一直向右拉 拉到 J2 然後Ctrl-Shift向下 Ctrl-Shift向下 選到底啦 OK 那這個範圍的話呢 我給它一個名稱 那名稱怎麼定義 各位可以在 Excel的 左上角會看到有一個叫名稱方塊 那你直接把它點 點下去 裡面的話你就輸入一個名稱 那這個名稱的話基本上 你就可以用那個名稱來代替這個範圍 其實我注意的是 這個名稱叫什麼呢 那名稱特別是 你不能是數字開頭 比如說你打101 這樣不行 他一定要前面有 有一個英文有個中文都可以啦 比如說我把前面加一個開講好了 比如說這個叫開講101好了 OK 然後 把這個名稱先複製一下 因為等一下還有開講102 OK按Enter 記得喔 輸入完之後按Enter 那以後的話呢 這個範圍就叫這個名稱了 那一樣喔 同樣的方式 102 把它選過來 D2到J2 Ctrl-Shift向下 那這個範圍給它一個名稱 叫做開講102 那以後的話如果我要存取這個範圍就很簡單了 剛剛這個公式喔 我就不用這個方法了 如果你要把那個範圍選進來的話 記得呢有一個快速鍵叫F3 所以呢你在這邊按一個F3 這個時候各位可以看到喔 他會幫你把那個名稱直接列表 OK所以你有幾個的話 你就是會顯示出幾個 那其中的話呢你就選這個應該是開講101嘛 就那個範圍的意思 OK按確定 那就OK了 那另外還有一個好處啦 前面我們會需要加錢的符號嘛 因為這個範圍是固定的 所以不需要 另外的話呢 那個公式也會比較短 因為他就叫開講101 就這樣而已 也不用說哪個工作表的哪個範圍 還要加錢不用 這樣就OK了 那比較麻煩就是你要前置 先把那個範圍先選起來 定一個名稱 那之後記得喔 有個快速鍵這個可能要記 叫F3 F3這個要記一下 可是呢如果假如啦 像有些人 筆電上面的F3不好按 或者是 按不出來的話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你自己打開講101也可以啦 F3的好處就是用選的 點兩下 可以少打很多次 但是如果你那個F3故障怎麼辦 沒關係你用打的也可以 反正上面只要顯示是 開講1101 這樣OK 按確定 那同樣的道理啦 後面這個count 你一樣可以用 一樣的方法 這個的話呢 把它delete掉 F3 這邊也會出來 按確定 這樣就OK了 那向下填滿 機率也算完了 不過呢這個機率算完之後的話 102年的機率怎麼算 其實很簡單喔 你把這個公式 複製一下 取消 再切到102年 把它貼上 只要怎麼樣 因為那個名稱有沒有 剛好只有 對 所以把這個什麼 101改102 101改102 打個勾 向下填滿 解決了 OK 其實 用定義名稱好處還蠻多 如果你是連續很多年 那你就把它通通定好名稱 以後 貼貼貼改改改 OK的事情就解決了 簡單太多了 如果你不會 那邊你還要再選一次 還要加錢的符號 少做一個動作還不行 OK 好那這個地方的話是定義名稱 把它用定義名稱的方式 把公式做出來 OK 那另外的話呢 再來就是說呢 你會發現這個機率 它應該取到小數點很多位數啦 可是如果用這樣的方式來看機率 你剛看到這個機率頭都暈了 而且數字太多了 所以呢如果我希望讓它顯示出來 比如說開1萬次出現幾次的話 類似像 我們我是放在雲端上面這邊有一個 叫格式的 1萬次出現幾次的話 比如說1萬次應該出現 245次 那我可以按滑鼠右鍵 出現格式 那你們可以找一下 這個分數 1萬次幾次的話你可以找分數 分數的話分母部分的話最多則100 那沒關係你可以把100點擊之後按制定 然後補兩個0就可以了 因為它只有100嘛 你補兩個0不就變1萬了 那你會發現1萬次出現245次 你按確定 有沒有這樣子 那向下填滿 就出來了 所以很清楚嘛 如果開1萬次 哪個多哪個少 相對就清楚了 12號 1萬次有317次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這個有 這也317次 對 那旁邊這個做完的如果你希望格式 套用過來的話 那也很簡單啦 你就是 把101年的機率 利用複製格式 因為假如你將來 格式希望把它 換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的話 那你先把它選這個 複製格式 然後再刷一下這邊 它就把這個格式帶到這裡了 OK所以試一下 這邊點一下 點一下複製格式 然後再刷一下這邊 有沒有 它就套過來了 點兩下 這樣就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我再重點回顧一下 把剛剛的範圍 這個A A 向右 Ctrl-Street向下 給它一個名稱 這邊一樣給一個名稱 然後呢修改剛剛的公式 並且呢 把這邊按右鍵 出現的格式 分數找到分5是100的 然後製定一下 補兩個0就可以了 這樣子就1萬次 出現幾次的意思 OK 然後做完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並且用複製格式 帶到另外一個 然後把它合計算 合計的話就兩次加在一起 這邊加個等於 這個機率 加上這個機率 兩次的機率加在一起 那誰最高 排名的話你可以用一個函數 叫rank 一樣統計類裡面 叫rank.eq R開頭的 rank 比較底下 rank.eq這個函數 然後呢 它會需要有三個參數 第一個的話它的 合計結果 就是number 第二個呢哪個範圍 合計這個範圍 所以你 整個範圍選 第2Ctrl-Street向下 那一樣的問題 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這個第2 2的前面跟43的前面 都要加上前的符號 OK然後呢 你就把它向下填滿 那馬上可以算出 到底排名哪一個是最高的 看得出來這個第2名 這個21號好像最多 然後第1名是這個34號 OK 這個是幾 兩次機率它是最高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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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